日本邀请中国前去日本访问 中国刚准备派出20名军官到日本 日本立刻派放核污水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前段时间岸田文雄9天内发表了三次表态 看上去是想和中国破冰重新恢复正常化的合作 为了配合岸田文雄的表态 日本政府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列邀请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邀请 就是希望解放军可以派遣代表团 前去访问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基地 以及美国在日本建设的F35运行战斗机部署基地和建造工厂 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首先日本邀请中国前去访问的日本基地 分别为鹤武基地和鸣鼓小牧基地 前者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总部 后者是F35A战机中心 这两个基地主要应对方向就是中压 这也是自去年日本排放福到河湖水以来 中日两国第一次外交行动 这一行动被外界认为是中日关系之间出现转积的重要标志 我相信中国方面派遣中高级军官代表团 也是为了给接下来和日本的政治交互打前站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可以真正做到完全不与外界交流的 尤其是在中美竞争高潮的这一大背景下 哪怕能让日本在中美之间选择中立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较大的利好消息 对于日本就更是如此 最近日渊不断走低 日本经济快速下滑 再加上美国对日本的疯狂抄底收割 目前他们撑不下去了 如果想要恢复经济发展让国家正常运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足以承接日本产能的市场 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中日可以实现正常化交往的时候 日本人拿电锯给我们开了个大眼 那就是宣布第六轮核污水排放正式开始 中国这次愿意给日本一个机会 主要就是之前日本暂停了第六轮核污水排放行动 我方认为这是日本的诚意 再加上之后日本方面主动邀请中国前来访问 中国这边就答应下来派出一个由20名军官组成的访问代表团 但谁能想到就在中国准备派前我国代表团迁往日本的时候 日本却再次强行排放核污水 重启了原本终止的第六轮核污水排放工作 由此可见 日本人从一开始就并没有真心想要实现中日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无论这次日本人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 反正他们没有把中国的诉求放在心上 事实上 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 此前互联网上针对日本网民对中国的态度 做了一次简单的问卷调查 在所有的参与者中 认为中国是友好邻邦的人为1% 认为中国是友善国家的人为2% 对中日关系漠不关心的人为10% 上下的87%都认为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敌国 这就让人很奇怪了 为什么日本要屡屡挑衅中国 他们是不害怕中国吗 还是说中国人太善良了 恰恰相反 日本人会做出这种矛盾的行为 主要是因为他们怕中国 日本是世界上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学习中国文化至少1500年 深入了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节点 他们深切明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关于报仇的观点 即公养荣学所说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时事之仇有可报言 有人说日本忘记了他们对中国做的事情 他们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们更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在面对外地的时候 一旦缓过来了 当初侵略过 羞辱过中国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每每想起现在中国又到了崛起的阶段 日本人就几倍发凉 他们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如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真诚赎罪还好 但是伴随着这几年日本战队美国 再加上这几年他们犯下的各种弥天大错 日本的罪孽早已经到了绝对不可能被原谅的地步 而这次日本政府 在中国即将对日本自行访问的时候 做出出而反而 排放核污水的事情 就是在实战中国的底线 希望做出中国为了面子 以及看F35生产线 哪怕是日本放了核废水 也会派遣代表团前往日本的这样一个结果 日本自以为聪明的小手段 最终将会成为嚼死他们的绳索 既然日本不愿和中国正常交往 那么双方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往来了